接下來第九場 去過重犯駕馬1號和6號 三班1,600 2號、8號、11號和13號都是狀態FIT 1號馬加州十大 初戴面窟、初摘利、初用環形看不鐵 4號精彩非凡 初戴靠叉臂窟,除了綁利 7號馬天士,除了眼罩 轉了個初戴開逢眼罩 10號馬浪漫組合也是動的 除眼罩、初戴面窟、摘利照舊 14馬神好運、初戴面窟 好了,加州十大,很懶的東西吧 在它前面就是那隻獨身訂造 獨身訂造只是帶著頭罩 而這隻加州十大 之前試了一些大集在重化 香港兩個,跟著翻重化一個 再回來香港游試,跟著又翻重化 終於是上上落落的 但我只是覺得這些物很懶、很暗 塔劇都攤不穿,翻薄慢 騰空時間有點久 PP一出跑千六 千四你還想一想 但你再看它這麼懶都不想 就是了,即是高東尼就多這些部署了 這貨蛋泥閘加了個面窟給它 當然它會跳輸,旁邊的側身馬比較快 所以找彭國年就希望駕駛一下它 就是了,這些馬 那你比較這隻,志在四方 鼻孔底就交叉鼻孔 曲尺這樣的手,對不對 那狀態就不是今天適合的了 上次都適合的 那輸給這隻超勁勇士 大家都不錯水準 又來加洛非區,近期都跑得很密 這些馬一再強調,整天都是德國近似 你要很小心的 未力升高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馬你如果長追都很麻煩 這次又是潘頓了 潘頓,我想告訴你 當然了 長追都不見了人很久了 好了,這隻就是精彩非凡 那勾叉鼻孔,它都有 這些又是皮勝,有些弄弄震那些 之前跳過紮利的 後來才轉勾叉鼻孔的 最後那一貨 再來就是白路飛翔 這些馬都其實不容易發揮 首先它的跑肢已經是傾向 經常都側側的身 然後又要固定一點的騎士 才能使得動它的後勁 賽前有閘的 精準快車 其實我經常承著這些馬 你不知道哪一場爆 那些什麼正義區 其實已經是好好的 開始來 你都知道它又喜歡岳高的頭 你要跑適合它的模式 這隻都喜歡岳高的頭 天使近鏡393 裡面那隻贏了,進馬風彩 這隻天使也有些款式 也似乎是上程好的馬 但可能我進度未算好 追得上 好,疾風明驅 在前面 後面那隻銀池 對,是奔騰的 奔騰的,奔騰的 真是銅豬 這些是靠跑 一路一路積累回來的 已經夠了水準了 這些施加三 有沒有想想美麗日子 因為它跑出水準 之前,以往年輕時都挺銀的 還有這些馬適合它跑 不要想那麼多,放在前面 不要左看右看 在前面都看的 是嗎? 好,浪漫組合在那邊 男性是不是很厲害的? 面孤澤利 他轉了這些配備給他 有馬追他 他就好地地 即是他會走過行 即是小小過行 但追人在外面 那天是有些縮疾,縮疾額頭的 朝班復星 繼續都維持他一貫的本色 即是朝早上是三眼肯走 他也是的 這些長期都是好像很好看 下場跑也不是很好看 不怕,現在還看見你在那邊 超級好笑 斬了籃 不過你斬了籃很久了 不,有人在外面 外面這隻是電信 這隻是巴打 電信巴打 慢慢先吧 他做得很多事情 不過,信心未夠 我覺得 紅麗社這些 是不是都想落斑呢? 跌了心碎 跑了1600排大外檔 因為條件真的不是很夠的 但他的狀態沒有走樣的 24,馬神好運 外面那隻 美麗高飛 在美麗高飛 用對腳的時候 好像走得不錯 但又是沒有交叉 氣股沒有成的 根本你都不知道 會怎樣的 跑的時候 馬神好運 當然是好款 馬女來的 再看看吧 後備一 這隻軍威陣 又是一些比較麻煩的馬 經常都覺得他有些款式 有些外地積的支持 但你看看他的僵口 已經麻煩到不得了 好了,接播 近鏡頭 喂,先考上眼罩的東西 再慢慢部署一下 錯出PP都已經 不斷耳都可以了 應該是挺好的馬 來到第九場 三八千六 這一場反而感覺上就好一點 即是會有些較為似樣的馬 其中一隻冷門 就是剛才我說的 可能跑道會幫到的美麗日子 如果你說前面 已經可能加強一些合作 其他就 我想精彩非凡的那些 都是拼拼一下 反而你說志在四方 現在的表現 還好像穩定了 是呀 什麼馬放 美麗日子放 可能真的是 浪漫組合 上一次好像總是覺得 這件事騎上去 他肯定都不知道會忙什麼 即是否他覺得 旁邊那些東西 當然要小心的當然要緊 跑馬這個不用說的 但那些馬真的過馬 追上去是真的有些喜歡頂高的頭 所以他真的轉點配備 可以不單止看剛才被人追的貨 他在外面追人的貨 其實那個拍跳都值得看的 縮起來還是鬥爆一段呢 我想這個是較為關鍵 因為這場馬沒有那麼馬走 再慢慢量一下他 第九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又寫一會兒 加州十大的肺 Rock of Chibota 直布羅山 這些馬現在香港都沒有其他馬在服役的了 過往跑得厲害的那些 太金剛 得勝 都是一些高班的可以贏得多折的馬 直布羅山是當年的歐洲一利王 曾經英國2000堅尼大賽 愛爾蘭2000堅尼大賽等等的一級賽 他都贏過了 至於加州十大的武系 未上過陣的 武線家族的其他成員 短途馬和中距離馬比較多 個別有些贏得一利或以上 但這個武系家族裡面的馬 原來很多跑交沙利賽都挺好的 所以先看父母兩線 為甚麼加州十大看來跑來中距離賽應該比較適合跑 甚至有些機會可以漫長的路程 泥地賽也有機會會跑的 加州十大來香港之前在愛爾蘭上陣兩次贏了 兩次贏馬都是屠程1400米的賽事 直路賽 左轉賽道的賽事也贏過 但右轉賽道的賽事也未跑過 高東尼馬房的初出馬上季表現相當好 有四匹一出即勝馬 他們分別是孖寶兄弟、加州德訊、長長精彩和幸福魯窩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雖然暫時未有一出即勝馬 但初出上到名的馬都有一匹 那匹就是橡核